谢尔比县地方检察官史蒂夫·马尔罗伊 1月26日宣布 本月早些时候 因在逮捕泰尔·尼克尔斯期间的行为 而被解雇的5名前孟菲斯警察被起诉 罪名包括谋杀和绑架 1月7日 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29岁黑人男子 泰尔·尼尔科斯 疑似因为交通违规检查逃跑 并与警员们发生肢体冲突 随后 泰尔·尼克尔斯抱怨呼吸困难 被送去当地一家医院 诊断为情况危急 尼克尔斯在被捕三天后 于1月10日因伤不治身亡 检察官称 将在周五公布警方拦截的视频 这5名孟菲斯警察也是黑人 他们随后因为暴力执法被解雇 据悉 二级谋杀在田纳西州被定义为 在知情的情况下杀害他人 属于A级重罪 可判处最低15年至最高60年监禁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月25日报道 就在美国司法部和八个州决定起诉 谷歌公司前的一个月 佩洛西抛售了他持有的数百万美元的谷歌股票 这令人极度怀疑他是否事先知道 一场大规模反垄断诉讼即将到来 美国司法部24日宣布 他将起诉谷歌滥用垄断技术破坏网络广告工具的多样性 破坏广告行业的正当竞争 国会文件显示 佩洛西于去年12月20日、21日和28日分三次抛售谷歌公司的股票 每笔交易金额在5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 累计套现最多可达300万美元 报道称 佩洛西的批评者25日在推特上质疑这两起事件发生的时机 暗示其中可能存在内部交易 佩洛西是国会山最富有的议员之一 根据国会每年公布的财务数据 2010年佩洛西夫妇的资产就已经超过1亿美元 在2020年之后 她的资产开始迅速飙升 长期以来 佩洛西及部分国会议员一直被指借助内幕消息 帮助其亲属炒股且获利丰厚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此前付钱已避免遭起诉 但现在派代表出庭面对欺诈指控 案件涉及造成共346人死亡的两宗坠机事故 2019年3月的埃塞俄比亚航空 以及此前印尼航空公司狮子航空这两起空难 都是由于737 MAX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存在缺陷 导致飞机俯冲 调查指 波音公司没有披露该系统的相关资料 但该公司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 同意支付25亿美元罚款和赔偿 以换取当局撤销刑事控罪 死者家属要求推翻协议 这意味着波音将首次因这两宗坠机事故上庭 面临是否认罪的选择 波音公司此前反对推翻和解协议 称这样做将是史无前例 不可行和不公平的 该公司拒绝就诉讼做出评论 波音737 MAX飞机在2019年发生坠机事件后停飞 2020年和2021年分别获准在美国以及英国和欧盟付费许可 1月26日上午 乌克兰遭受了俄罗斯一波巨大规模的空袭 当天乌克兰全境响起防空警报 奥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文尼查州、基辅州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全国多处能源设施被炸 基辅等多地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后停电 乌克兰救援单位表示 今天这波空袭导致11人死亡、11人受伤 乌克兰军方则指出 俄方发射的55枚导弹中有47枚被乌军摧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日表示 克里姆林宫目前没有考虑改变特别军事行动性质的问题 俄罗斯将美国和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为 视为直接卷入俄乌冲突 据目前来看 美西方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长 朝鲜当局在首都平壤下达五天封锁令 以应对呼吸系统的疾病 居民必须在星期天之前留在家中 并且每天多次提交体温报告 但政府的指令没有提到新冠病毒 2019年底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朝鲜立即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交通与运输关系 并实施了全球最为彻底和严厉的封控措施 去年5月12日 在世界性的疫情大流行发生两年多之后 朝鲜首次承认正在应对新冠疫情 不过三个月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宣布 朝鲜已经成功战胜新冠疫情 同时下令放松对疫情的防控限制措施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专家 长期以来一直对平壤的新冠病毒 病例统计数据和控制疫情爆发的宣称 提出质疑